上集我們講到 用FluxLower的方法 造成這類的圖片 目標是將到這種適動的動態學圖 如果你未看上一集 我建議你先看 尤其是如果你希望短影片 有Start Frame和End Frame 看完會更加容易掌握竅門 好,那我們繼續 接下來我們要將圖片變成影片 我今天會介紹三個線上的平台 去做這件事 但我會將所有技巧放在第一個平台的時候說 所以就算第一個平台不適合你用 都要看它 首先是我推的Clean 可靈 經過多番掙扎之後 我最後還是覺得可靈的質素是最高 尤其是它1.6 version 我認為是目前見過這麼多款入面 畫面質素高之餘,又不會走樣 我們首先進去CleanAI.com 說明欄有的了 按右上角的Sign In 按Sign Up For Free 之後用Email和Password註冊 它每一天會有一定的Free Credits 給大家玩的 如果不是好像我一樣要做實驗 都夠用的了 按中間的AI Videos 首先我們要決定用什麼Version 如果要用End Frame的話 我拍片的這個時候 1.6是未有得用的 所以如果要用End Frame 就只能選1.5了 而如果你只需要一張Start Frame 我會建議用1.6 因為1.6的效果實在是非常之好 那我們就在這裡 Upload了一張Start Frame 如果有End Frame的話 之後就在這裡 Upload 之後有一個Prompt 雖然它是Optional 但我強烈建議自己寫 因為Image to Video的技術不算很成熟 尤其是你要它跟你的照片裡的人物去動 如果動動的幅度大 效果就會差 會穿崩的了 所以我通常都會在Prompt 寫清楚哪些地方我想它動 就算是要動 尤其是動的人 我都會指明是slightly 動一點就夠了 例如是這張聖誕妖精圖 我就會這樣寫 A Christmas Fairy smiling to the viewer Snow falling at the background Christmas Lighting are blinking at the background 這個結構是根據可靈的Document做的 先是subject subject的動動 再到背景 然後背景的動動 你會見到由於這次我沒有說 想人物有什麼動作要做 所以我就就這樣畫它smiling to the viewer 就算了 至於背景 我反而想多些動動 例如是雪飄下來 聖誕燈會閃閃的 下面這個Motion Brush要1.5才有 是控制物件的軌跡 如果沒有第二張圖的話 都可以用 但我這個Case 因為只想它動一點 所以我就skip了它 詳細用法 我會用這隻貓來解釋 首先按Area 1 由了你想要控制軌跡的物件 再按Track 1 畫一條軌跡 如果你有超過一個物件想控制 就用下面Area 2-6 即是每個Area和Track 代表一組的物件 之後按Confirm Settings這裡可以控制 偏向有創意些 還是跟你的Problem多些 我通常選中間試了先 如果發現它效果太瘋狂 就偏右些 如果太平凡就偏左些 之後是個Mode Standard會將得快些 而Professional就質素高些 我待會給大家看一下個比較 之後是生成5秒還是10秒 我自己就覺得這個Case 5秒就夠了 然後是生成的數量 我通常都是每次生成一條的 下面是個鏡頭的動動 我自己就覺得這個Case不是很適合用了 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試一下 最後是個Negative From 我自己就通常會落 Large Movement Finger Movement Hand Movement Hand Waving Fanishing Hand Flickering Blur Distortion Disfigurement Low Quality Rainy Look Disfigurement 這段Get It From 我已經放了落說明欄第一條link 歡迎大家自己拿來用 最後按Generate 等它搞定之後 就可以按下面這個按鈕 它有Lipsync這個功能 不過除非你是用英文 如果不是我不太建議用 因為廣東話的效果 就算是自己錄音 口型都一般 下一個例子 新年賀圖 由2024變成2025 我已經預先生成了這兩張圖 生成的技巧可以參考我上映的影片 首先 這一刻的1.6是未Support End Frame的 所以我們要先選1.5 之後上升一張Start Frame 再上升一張End Frame 這次我的Program是 A young woman holding a large glowing sign Changing from 2024 至 2025 Slightly waving her hands Fireworks at the background 這個我也是用同樣的結構 都是subject 、subject 的動動 到背景、背景的動動 其他我不改 Paste 了個Negative Program 效果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不喜歡可靈 可以試試用Luma Dream Machine 它每個月可以免費生成影片五次 相比可靈會少些 登入之後直接按左手邊這個按鈕 上面是你生成過的紀錄 我們按下面這個按鈕 Upload你的Start Frame 之後那個End Frame的按鈕會彈出來 如果你有End Frame就按下去 Upload 之後這個位置寫你的Program 最後按這個上箭咀 它就會開始生成了 完成之後按開它來看效果 適合用的話就按這個點點點 Download Luma 由於沒有Negative Prom 所以要在Prom 控制你不想要看到的東西 例如是 A Christmas Fairy Smiling to the Viewer Small Movement Hands Staying at Position Closed Mouth Face Preserved 最後再加上 Best Quality Stable Feel 不過這個做法是case by case 有時你會發現不寫好過寫 例如closed mouth 有時你不提又自可 一提 它連牙都凸出來 所以我會建議先用正常的Prom 試了 如果真的有需要 先加你不想要的東西下去 估計是由於它的Training Data 多數是用外國的Data 所以如果用我這些亞洲人的人物 如果動動比較大 就會很容易走樣 這個我覺得是Luma Dream Machine的壞處 最後一個我想介紹的 是海螺AI 有些人會叫它做Mini Max Mini Max是一間開發公司 之前沒有產品名的時候大家習慣這樣叫 海螺剛出了個Subject Reference的功能 是給個Reference Character 再加一段Prom 它 然後生成影片 不過效果就... 我們都是用Image to Video 跟Luma一樣 海螺都是沒有Negative Prom 所以如果想效果好些 Prom 還是要複雜些 下面有兩個Model 有Live和沒有Live兩個 Live那個聲稱是針對2D Illustration 所以我們這次的Case就不太適用了 都是用這個I to V01 要注意的是 海螺是沒有End Frame的 所以只能夠在你只有Star Frame的情況下用 不過我試過 Prom 照寫 Changing from 2024 to 2025 想不到它又真的做到出來 而這個測試 亦都只有它一個做到 不算會走樣啦 當搞定條短片之後 我會再加字上去的 這部分有很多軟件都做得到 大家可以隨便用自己喜歡的軟件 我自己就會用Canva 看它快漂亮 登入之後 按Create a Design 選擇你要的格式 我從生成的時候 已經算是IG的正方形 所以我會選Instagram Post Square 把你的影片拉下去 Right click Set Video as Background 如果你的影片本身有水印 這裡可以就這樣把它拉大 遮住水印也可以 之後如果想自己打字 可以在左邊選Text 自己設計也可以 用下面的Template也可以 如果是Merry Christmas那類的字 可以選Elements 然後打Merry Christmas 再在Graphics按See All 選一個你喜歡的 如果你沒有付錢 就選一些沒有這個皇冠icon 如果你看到它有這個顏色的圓形icon 代表可以改顏色 按進去選擇你想要的顏色 也可以按Edit加效果 例如是Shadows 裡面可以選不同的效果 不過要注意 加完效果之後 好像不能回頭改顏色 完成之後可以按個Play 看效果 滿意之後 按右上角的Share 按Download 那就完成 可以出Post啦 這次我沒有說過LTX Video 原因是我覺得LTX Video 門檻比較高 都沒說ComfyUI要裝很多東西 就連控制Prom都不容易 我自己都要收拾很多次 才有滿意的效果 所以我這次就不推薦給大家了 看完這兩條片 大家是否都可以生成這樣的AI動態河圖呢? 如果你IG Threads 或者LinkedIn有Post出來 記得按回我 還有記得不要忘記 Like、Comment、Subscribe 那我在這裡跟大家拜個早年先 恭喜發財 祝大家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幸福美滿 Back End的同事 Serve 平安 那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我知道 bees餅 在家裡 人